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學 我們上一次介紹 羅馬帝國對基督教團體的迫害 然後介紹到殉道的運動 當時有提到殉道變成一種的蜂巢 那基督教團體對羅馬帝國的 不管是民間的或是從官方政治 直接的這種壓迫 有不同的回應 當中那個殉道的文化被高舉 認為是比較高尚的一種的宗教行為 那我們今天安排的閱讀進度裡面 史塔克在他的其中一章裡面 也探討對殉道這件事情的探討 到底殉道本身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 還是一種理性的行為 很多人認為殉道本身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 意思是完全不考慮人自己的一種立場 利益或是立場 做出了一種宗教的崇高的犧牲 那史塔克其實提出不一樣的看法 史塔克他覺得從某個角度來講 殉道這個行為也可能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那個理性的選擇是經過考慮 包括殉道文化已經發展成一種 甚至人在這個世界上 不要講說有將來的世界的一種暴場 連在現世的世界當中 殉道本身已經是一件被讚揚的事情 所以在當時我們介紹羅馬帝國的迫害跟殉道文化的發展 我們那時候稍微有點到 殉道文化後來反而發展出幾個負面的結果 其中一個我們有提到就是 基督教團體本身的分裂 造成基督教團體對於殉道的反應不同 那反應不同造成有被教的就是棄教的 對殉道本身採取一種 我們說背叛原來的信仰精神的做法 那這樣的一種兩種不同的立場 等到迫害結束會造成這個 信仰團體中間的對立 那堅決主張殉道是唯一的一種選擇的教會 就會看不起 會覺得那些有被教者 或是接受那個棄教的 這樣行為的教會是 比較是不正統的 不夠正統的 不夠正確的做法 這是第一個我們看到 教會本身因為這個迫害的行為 而產生內在的一種衝突跟對立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今天主題要談到的 就是他後來隨著這種殉道的文化 接著又發展出新的一種文化 就是把那些殉道者變成一種高舉 我們不要說用摩拜這個字 至少把它變成是一種高舉的文化 環繞的這個聖徒發展出一種文化 宗教的傳統 甚至跟整個的利益 跟整個的城市的發展都結合在一起 那當然就教義的角度而言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有一套詮釋 有一套詮釋 但就實際上的作為而言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這些所謂的聖徒 所謂的這些人跟上帝中間的一種終界者 事實上是有被 常常被一般的信眾 把它高舉到像類似像神明這樣的位置 所以我們前一次在談到圖像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圖像這件事情 引發了當時候東方教會非常大的爭議 到底這個圖像 icon 它只是一個媒介而已呢 還是icon本身變成了一個實體 那如果是實體的話 它會不會已經是一種崇拜 偶像崇拜的行為 那我們記得上次介紹東方教會 他們發展出兩個不一樣的觀念來區別 他們指出對上帝是敬拜 對這個聖像只是一種的尊崇或是禮靜 我們上次用過這個 他們使用的一個語言 veneration 是一種禮靜 是尊崇但不是敬拜 那其實同樣的那個分別 在教義上也可以應用在今天的主題裡面 今天我們看到在西方的天主教會 或是東方的正統教會 正教會 他們都有聖徒的傳統 兩邊都有聖徒的傳統 那基本上他們對聖徒的傳統的看法 也是就像這樣的一種分業 他們對聖徒只是遵從禮靜 但不會去敬拜聖徒 不會敬拜聖徒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很有趣看到 今天在比較我們說比較偏遠的地區 在過去基督教傳播的時候 算是比較後來才去的一些地方 你會發現很有意思的是 他那種非常民俗化大眾化的信仰型態 其實有發展出來 我們才會可能有這種印象 像在拉丁美洲 他們有時候會把聖母搬出來 如果天沒有下雨的時候 去尋這個城市 然後求雨 祈雨 那個感覺好像已經把聖徒 瑪利亞是聖徒之首 是聖徒裡面最大的一位 好像已經把它放到一個可以祈求的對象 帶有神力的這種對象 所以這當中其實有所謂的學術的認知 跟一般民眾大眾的一種認知的差別 這個我們等一下後面也會再稍微做一點介紹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看這樣的一個 聖徒文化或是聖徒的傳統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那我在講義的一開始有提到 那個罪的這個問題 其實在中世紀變成是一個基督教團體 初代教會末到中世紀初那段時間 是整個的基督教世界最關懷最關注的問題 那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我們上次介紹過 君士坦定大帝接納基督教為國教以後 整個羅馬世界開放了 開放成為一個基督教的一個國度 所以當那個基督教大門打開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進來 其實大部分很多進來的人 是帶著他原來的文化價值觀 進到這個基督教團體裡面來 那進來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並沒有經過像初代的最早的 基督教團體那種很強烈的信仰動機 換句話說當基督教在被迫害的時候 當基督教面對一個敵對的文化的時候 就內部的角度來講 內部的團體的觀念來講 那種信仰好像是比較真誠的 因為你要必須面對一種敵對的文化 那相對的等到這個 基督教已經是一個開放的 可是所有的人都接受的時候 那個轉化的過程 我們之前提到像保羅那種conversion 一種皈依的過程 變成不必然是一個先決條件 所以許許多多的信仰團體 基督教團體開始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做基督徒跟不做基督徒的差別 好像看不出來 就是那個教會門一打開以後 裡面的生活跟外面的生活是差不多的 像這樣的一種現象 事實上在第六世紀達到最高峰 到第五第六世紀達到最高峰 那當時候也是我們今天後面會提到的一個主題 就是比較認真的那種基督徒呢 就決定說我們另外來組織一個另類的團體 好像把基督徒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比較平凡的基督徒 另外一種是比較認真的 認真的呢 他們就出去加入到修道院裡面 過一種他們認為更崇高的一種生活 這樣的背景其實你可以看到 跟我們今天要談到的 對這個罪的一種態度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就是 神學上也有一個很有趣的爭議 就是當一個基督徒洗禮以後 洗禮那個洗禮本身是有赦罪的一種教義在裡面的 當一個人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 那個洗本身 水的洗 當然是一種象徵的動作 但這個水的洗的動作 事實上它帶有一個信仰的意涵在裡面 就是上帝赦免了你的罪這樣子 你過去犯的罪被赦免了 那你可以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問題是洗禮所赦免的罪有沒有包括洗禮之後犯的罪呢 你洗禮之前犯的罪沒有問題啊 因為你某年某月某日你接受洗禮這樣子 但是那之後呢 你已經洗過禮成為基督徒了 然後之後你又犯罪 犯罪當然看你怎麼去定義犯罪 犯罪有很多的詮釋 最深刻的詮釋當然就是奧古斯丁講的 就是人的驕傲 人的自我中心 但你如果用比較一般大眾化的概念去瞭解的話 道德上行為上的一些行為也被認定為是罪 那這樣的罪呢 在洗禮之後犯的罪 有沒有在洗禮那個動作本身已經也行跨在裡面了 或者是洗禮之後犯的罪 要另外用別的方法來處理 你要去毀罪 要去除去這個罪 那這就是我在第一個大段裡面提到的 一種毀罪的文化開始發展出來了 那這個過程當中就有好多問題跑出來 我的第一小點裡面提到 洗禮的時候犯什麼罪 那這個罪 洗禮之後犯的罪 教會是不是自己 教會自己本身有沒有權利來赦免 代表上帝來赦免這些罪 那罪不分大小 是不是都可以被赦免 或者是有的罪是不可赦免的 那像我們之前提到那個 迫害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有人被教了 那被教是不是一個可以赦免的罪 對那些堅持殉道是唯一的路的 這樣的教會來說 他們認為被教是不可赦免的罪 被教的人只有剩下一條路可以悔改 就是殉道 那這個是一個不同的信仰傳統會有不同的看法 但慢慢的就有很多人開始發展出這樣的觀念 有沒有那些罪是特別嚴重的 基督徒應該去避免的 那小的罪呢 可以用什麼方法來處理呢 那很有趣我們就從這裡看到 大概在第四世紀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現在談到的問題最嚴重 開始發展的時候 當基督教已經變成一個全面的 國家性的宗教的時候 換句話說 整個教會裡面的生活跟倫理的那種標準 就一直往下降了 那很多人根本就不覺得 做基督徒跟不做基督徒的生活有什麼差別 所以當時候有一位埃及的修士 Evagarius 他就開始指出 有一些罪是不可赦免的 他希望基督徒要小心去避免 那很有名他提出八大死罪 那後來呢 這個教宗大貴鉤立呢 給他做了一個修正 修正 就變成今天非常有名的所謂的七大死罪 那這張圖是天主教會 一位藝術家畫的 他把七個不同的罪 畫在這個不同的房間裡面 用不同的方式在表達 那我們這一二十年來 很多很有趣那種犯罪的電影 很喜歡把宗教犯罪當作主題 裡面常常會提到這個主題 就是七個罪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把這個七個罪變成像這樣子 讓你去了解說 七個罪是指什麼 那這七個罪 我講義上面有提到 那有一位北海的藝術家 屬於Flemish 這個我們今天說在低帝國 荷蘭跟比利時 Flemish的這個非常有名的畫家 布魯澤爾 布魯澤爾 老布魯澤爾 他就畫了一系列的七大罪的這個圖 非常有意思 你們如果有興趣上網查 就可以查到他一系列的 我這邊只有把他的這個圖像 放在這裡給大家看 那他的細節 我們沒有時間去詳細去討論 他用很多細節在表達 那七大罪 這個第一個是 lust 就是慾望 特別是指那種性的慾望 性慾是大罪 那這個是也很有趣 這個貪吃 那個glotony 愛喝酒 愛吃 愛吃 吃太多這樣子 修道院裡面最常有趣的就是 他們最喜歡彈這個 在修道院裡面 早上起來某某兄弟看到另外一個說 某某兄弟啊 你最近是不是有犯了這個 貪食的罪這樣子 看你好像變胖了這樣子 他們就會互相用這種方法 這樣對問候 然後順便再提醒 還有這個sloth 懶惰 生命當中有你的責任 你不盡 這也是一種罪 驕傲 這是剛提到奧古斯丁最有名的詮釋 驕傲的罪 Everice 貪心 貪亂 不是你的東西想要去奪取 貪心的罪 嫉妒 嫉妒的罪 Envy 憤怒 我們現代人可能很多會 會有犯這樣的一種的 如果按照這個七大罪的一種的定義 憤怒 現代人我們很容易就 對很多事情不滿 憤怒 那這就是大龜鉤立 我們說他可以說是 把這個七大罪定義下來的 那龜鉤立 大龜鉤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 他不只是只有講這個罪的教義而已 很多當時候已經慢慢變成一般人 所接受的一些通俗的教義 都是經過大龜鉤立 把他介紹到教會裡面 讓這個教義變成是正當化 合法化的 我再另外舉兩個例子 在他的這個擔任教宗任內 他也把煉獄這個概念 把他成為 把他正式化 煉獄我們知道 你如果在基督教的聖經裡面 你是找不到這樣的一個教導的煉獄 但是大龜鉤立就把煉獄這個教義放進來 那這個教義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我們上次的BBC影片的作者也這麼說 煉獄這個概念好像對很多人很有吸引力 你要死的時候 你要面對審判 你不是那麼好的人 你沒有辦法上天堂 但你大概也不是那麼壞的人 要直接下地獄 那你大概在中間不好不壞 你有犯一些罪 所以你這個煉獄呢 就是讓你去修煉 能夠有一天回到天堂去的 那煉獄的教義是很有意思的是 它只有一個出口 那個出口就是天堂 所以在煉獄裡面的人至少知道 他不會下地獄 只是不曉得他要練多久這樣子 才能夠升上天堂 所以像這樣的教義就會也會 我們說強化現在講的這種毀罪的文化 很多人就會想說有什麼辦法 把我的已經存在的知道的罪 能夠除掉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跪勾力是一個滿有趣 我們可以說它影響力很大 它是一個非常有行政能力的一位教宗 今天一般的新教的歷史家 會稱他是教宗制度的真正的創始者 當然天主教會不會這樣說 天主教會主張彼得是第一個教宗 從彼得一開始就一直都有羅馬的主教成為教宗 但一般我們看到教宗真的被 當時地中海世界認定為說 你是有一個好像是老大哥 我們最大的一位代表 這樣的一個地位 大概是從大跪勾力開始 所以他的行政能力很強 建構一種教宗的權威 但另一方面他之所以成功 也是因為他把這樣通俗化的信仰 帶到基督教裡面來 那今天我們當然知道 把這個基督教音樂 也把那個初代最早開始的教會音樂 也歸功於他 所以我們今天聽到這個Gregorian chant 我們有時候翻作蛤勵果聖歌 或是說跪勾力聖歌 蛤勵果聖歌也是從他 他開始他下令收集音樂 然後整理出來 所以這個人是一個滿有影響力的人 我們上次裡面也有提到 他把他的 他拆遣他的修道院的一個兄弟 奧古斯丁 宣教師奧古斯丁 而不是神學家奧古斯丁 派他到英國去宣教 所以他有很多的攻擊 我們可以說這一位教宗 但是他也把這個罪的文化 整個帶到這個基督教的世界裡面來 所以我們看到慢慢的形成兩個傳統 我的講義的第三小點 在基督教的毀罪這件事情上面 兩個傳統慢慢形成 一個是愛爾蘭傳統 愛爾蘭傳統 基本上是從修道院傳統裡面發展出來的 他的概念是很單純的 也是很比較是古代的 就用比較古代式的思考 就是你犯了什麼錯 就要用一個方法來補償 以一個罪行的大小 然後來給你賦予一種補償的方式 補償的方式是相對於罪行的大小而成比例的 那這種做法呢 他們把它稱作tarif tarif就是一種補償的一種模式 那很有趣tarif這個字今天 在現代用語裡面變成了關稅 你從別的地方買東西到一個回到國家裡面 或是說外面進口的東西 進這個海關要交這個關稅 那有一點點同樣的味道 好像說你今天要去面對上帝 你有沒有付出已經付出補償 為你的罪付出補償 那另外一個模式是告解的方式 這是後來羅馬天主教會發展出來的 告解的方式就比較 比較符合人的一種心理的狀態 就是一個有罪的人 他可以到神職人員的面前去告白他犯了罪 把他心裡面的一種感受表達出來 神職人員呢 則代表上帝可以赦免他的罪 讓他在這個當下就可以得到一種的平安 那這兩種模式呢 我這邊有做一個小小的整理 到了中世紀後期的時候 其實中期的時候 當西方查理曼大帝成為一個最重要的 把西方的教會大一統的時候 後來慢慢的羅馬的告解禮 就取代了其他的儀式 所以這個愛爾蘭的模式後來就沒有了 但是今天還有很多人研究 所以滿有趣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愛爾蘭的賦罪表 這個Penitentials 那他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他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表 那當時候的修士 修道院的修士呢 往往在一片皮革上面 或是在一個羊皮捲上面 他就可以把這些刻成一張 然後他都帶在身上 當他到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時候 他所建立的修道院或教會 就用這套方法來要求人們要回應 要遵守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這其中一條這樣子 上面是愛爾蘭文 那下面是英文的翻譯 那這樣的條文有幾十條 每一條不同 有大罪小罪 大罪有大的補償 小罪有小的補償 那這條就這麼說 如果有一個主教呢 不管是有意無意殺了人 殺了人 他就必須被解除職分 解除職分 然後他必須怎樣 禁食十二年 禁食十二年 那禁食當然我們記得 我們不要忘了禁食 不是說都不可以吃東西 禁食是限制你食物的規矩 所以後面他又解釋了 十二年有七年呢 他只能吃麵包跟水 只能吃麵包跟水 那後面五年呢 就一個禮拜有三天 也是一樣要吃麵包跟水 所以想像起來這樣的懲罰 是滿重的 就是說他不小心殺了一個人 不但職務被解除 有十二年的時間 必須為這樣一件事情 要幾乎每天要表達一種的懺悔 藉著那個行動來懺悔 就是禁食 那其實還有其他的例子 譬如愛爾蘭的補償表裡面 也提到不可以墮胎 那墮胎的婦女如果被抓到 那要禁食一年 他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然後他還有區別喔 他其實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細節 還有區別 早期墮胎後期墮胎 那個懲罰又不一樣 所以像這樣子的細節 他有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也有那種小罪的 很小的罪也有 你那個隨便亂罵人啊 髒話罵人啊 去侮辱人啊 他就給你處罰 每天早上幾點起床 要讀詩篇讀詩篇這樣子 讀詩篇某一篇要讀詩篇 每天這樣讀三個月這樣 用小罪小補償 大罪大補償 用這種方式 這是愛爾蘭的贖罪方式 這種方式我們馬上可以感覺到 他有一種這種比較原始的味道 那其實這種概念有點像什麼 像猶太人的傳統的律法裡面 所謂的以眼還眼 這個我們說以眼還眼這樣的概念 這在很多古代的傳統社會 都有這種概念 那在基督教的早期的教會裡面 在愛爾蘭有這個傳統 那另外一個傳統就是這個 我覺得我們說提到後來說 比較有心理學的思維的 他的概念是 這個人必須自己本身願意 心裡面要有悔改 然後他可以去到神職人員那邊去告解 做出他的心裡面的一種告白 confession 有時候當然confession是滿有意思的 右邊這張圖其實是一張諷刺的圖 丈夫在左邊 妻子在另外一邊 兩個人可能各講各的 神職人員站在這邊中間聽這樣子 他可能兩邊講的可能不一樣 他在那邊做調節 這是標準的告解禮的一個形式 在大教堂裡面 在天主教會大教堂裡面都可以看到 那右邊這個是現代的漫畫 也是滿有趣的 他說現在去告解 他也裝了那個自動錄音系統 自動錄音系統 你去到那邊他說 謝謝你啊 選擇這個自動錄音系統 如果是大罪請按一這樣 小罪請按二這樣 好像是一個現代化的做法 那這個都是 但是這個告解禮 後來我們重點是 這個告解禮 後來很有意思是 他變成是通行的 那艾爾蘭的方式就被取代了 這個本身 帶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 就是他其實反應的是什麼 是當時候人非常在意 在意我做錯了事 得罪了上帝怎麼辦 要用什麼方法來處理 所以我在第四小點做一個小結論 就是說 這個裡面有很多的 後來發展出來的做法 其實他反應的 不要想說他們是這些基督徒 是很隨便的 是很無知的 這些做法其實反應他們 對罪的問題是很嚴格的 很敬錢的 他們帶有一種非常強烈的 宗教動機 想要解決罪的問題 那這樣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這學期課程 沒辦法介紹到 但是如果對基督教歷史 有興趣的人 我們知道到第十六世紀的時候 在宗教改革時期 在馬丁路德這個人身上 達到最高峰 馬丁路德這個人 他最 戲劇性也最尖銳的 一個問題 就是他解決他 心裡面的罪惡感 那到最後他發現 用任何方法 他罪惡感完全都沒有 辦法消除 所以他最後就大逆轉 大逆轉 他重新去選擇 回到聖經的教導 去找到一個應許 其實不是靠著你人自己做什麼 來解決罪的問題 最重要是你要 用信心來接受上帝的恩典 這個是 我們看到這個時候 一個很有趣的發展 那這樣一個發展當中 我們今天特別談一下 一個很有趣的文化 這個文化從第六世紀 一直到中世紀 一直說到宗教改革運動之前 意思是整個地中海世界 最盛行的一種模式 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一種 聖徒的崇拜 或者是聖徒的儀式 這個崇拜的用語就是指 已經把它變成是神明了 那禮儀的話 至少還有一種區別 把聖徒其實是看作一個 一個終界者這樣的概念 這個研究其實很重要的一位學者 就是Peter Brown Peter Brown他在三十年前 開始研究這個主題 出了左邊這本小書 《聖徒的禮儀》 這三十年來 許許多多的學者 跟隨著他的學生 也做更多的研究 所以今天大家對這個議題 有非常深刻的一種理解 他在這裡面發現 最重要集中在地中海世界的 拉丁語的地區 所以整個地中海沿岸 北邊就是南歐 南邊就是北非 整個地中海沿岸 通通有這種聖徒崇拜的現象 唯一進入到內陸的就是高盧 高盧 這是今天的法國 所以你今天在法國南歐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 事實上還存在在某一些 天主教會的傳統裡面 那他們就是主張什麼 當一個人來到聖徒的墓的前面的時候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在聖徒的墓裡 天與地相接 天與地相接 這個人跟上帝 可以藉著聖徒的 這樣的一個臨在的墓 天跟地好像突然相通了 那這樣的一種相接的一種的文化 也延伸到不只是墓 後來延伸到聖徒的遺物 跟他們所使用過的他們的身體 還有他們的遺物上面 這就是Peter Brown Peter Brown其實是研究 這個近古時代最有名的學者 那我們再過幾個禮拜 最後要介紹奧古斯丁 他也是研究奧古斯丁最有名的學者 他寫的這本奧古斯丁的傳記 到現在還是最好的一本 那我們用一個例子 就來說明這個聖徒文化怎麼慢慢發展出來的 那這一位就是有人稱他是法國的最重要的聖徒 那也有人說他就是整個聖徒文化發展裡面 最早的一個代表 那他叫做馬丁 那是都爾 馬丁這個都爾 都爾在法國的這個 都爾這個地方的一位軍人 他的故事很有趣 是一個非常戲劇性的故事 也非常有宗教的內涵的故事 那其實我們不久要進入聖誕節期 在聖誕節期 他的故事也常常被提出來演戲 或者是作為一種的典範 他有一天 他其實是一個軍人 但是很早就已經成為基督徒 只是他並過得不快樂的生活 那有一天他去外面出差回來 在城門口看到一個老人 沒有穿衣服 穿得薄薄的衣服 天氣非常的冷 這個老人 乞丐跟他要錢 馬丁說我身上沒有錢 結果他就把他的軍官的外袍 軍衣 那個外袍切下一塊 把這個老人給他圍起來 讓他保暖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這樣的故事 在不同的傳統裡面都被敘述 東方教會 西方教會都一樣在 常常在訴說這樣的一個故事 馬丁 都爾的馬丁的故事 都是同樣的場景 他切下他的軍衣給這個老人穿這樣子 那結果當天晚上都爾做夢 夢見他去到天上 那耶穌跟天使還有學生坐在一起 耶穌坐在那個寶座上面 結果耶穌坐在寶座上身上批的 這件軍衣這樣子 一片的軍衣 那有一個天使就問耶穌說 主啊你怎麼穿這件破舊的軍衣 那耶穌給他回答說 這是我的學生馬丁給我的 給我穿的 換句話說 這是一個基督教後來 經常被訴說的一種概念 就是耶穌是會隱藏在 那最邊緣化對弱小的人身上 當基督徒做一件善行 在弱小的人身上的時候 其實是坐在那隱藏的基督身上 這是都爾馬丁很有名的故事 那馬丁就放棄他的軍旅的生活 成為修道士 不久被選為法國都爾地區的主教 他一生非常有名就成為窮人的主教 專門照顧這些窮人 那到他死的時候 已經是被認定為是一個聖徒 是一個聖徒 所以呢他在他的墓 就慢慢慢慢發展出這樣的一個文化 本來只是一個墳墓 在墳墓上面不久慢慢蓋了一個教堂 在教堂的周圍開始 有各式各樣相關的建築就出現了 有修道院 有學校 有社會服務的機構 有孤兒院 有老人院 你會發現一個墳墓呢 不久就變成了一個城市 一個小城市 那當然你可以想像 商店啊 很多相關的事業就發展出來了 很多人想要來這裡參觀抹拜 就有旅館 有餐廳 你可以想像一個相關的事業體 通通發展出來了 那這就是一個聖徒的墓 變成一個 一種都市文化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背後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在講義的第一頁的最下面第三小點 有提到 它後面有一套宇宙觀 在解釋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這個基本上相信說 在宇宙表層有一個斷層 天與地之間是不通的 在月亮之上 在日月星塵之上有一個斷層 那人的靈魂就只能留在這個地上 不能跨越這個 那除非有一天 人被上帝所接納 他才有可能跨越這個斷層 去到住在上面的神明上帝那裡 但是呢 聖徒不一樣 或者說殉道者不一樣 殉道者在殉道的那一天那一撒那 他靈魂就跨過這個斷層 直接去到上帝那邊 後來的聖徒也一樣 他們一旦成為聖徒 你就能夠跨越這個斷層 去到上帝那裡 那我們如果看這個第四小點 講義第四小點在第二頁的地方 這樣的一種殉道的文化 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一般的基督徒 第三項那裡 一般基督徒必須等到世界終末 才能見到上帝 但這些聖徒現在已經享受 跟上帝親密的交通 他們常常被稱為是上帝的朋友 所以這些殉道者呢 就扮演了人跟上帝中間的一個媒介 斡旋者的角色 那用基督教的語言 就是他們成為最好的代導者 今天你有任何事情要向上帝祈求 你直接告訴這個聖徒 他因為已經在上帝旁邊 他就可以幫你傳達這樣子 這個概念呢 就讓這樣的一種聖徒的文化 變得越來越盛行 那這樣的一個文化 背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回到第三點的最下面那個地方 在第二頁的最上面的地方 提到說為什麼天與地相通 主要是他相信聖徒的生命 不只是在天上的靈魂 也仍然還臨在於他在地上的墓裡面 他的身體裡面 他的那些遺骨裡面 所以馬丁的墓 上面有留下這段墓碑 這段話就很清楚的 讓你看到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馬丁的墓碑上面這樣寫著說 這裡躺著馬丁主教 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神聖的記憶 of holy memory 他的靈魂呢 現在已經在上帝的手裡 但是他也完全的在這裡 這裡當然就是指他的墳墓 跟他的屍骨 他同時存在上帝那邊 但他同時也還在這裡 那為什麼他 我們知道他還在這裡呢 因為他表現出各式各樣的神蹟 你來到這個墓裡面的人 你會看到很多神蹟發生 他說 made plan in miracles of every time 在這個墓碑裡面這樣寫著 那這裡很有趣 你就會發現說 你到全世界任何一個大的主教座堂 比較有歷史的 裡面有聖徒的傳統的主教座堂 你一進到教堂 你會發現很有趣 就是在潛艇的地方 在天花板上面 往往你就看到掛著幾百幅的那個拐杖 在那個地方 或者是有一些 甚至用現代的模式 有一些輪椅 輪椅就放在那個地方 那他就是要證明說 很多不能走路的人來到這邊 得到遺址回去了 馬丁的墓當時 一定也是這樣的一種景象 所以聖徒的墳墓就發展成一個大教堂 我們看到這是馬丁的墓 他的主教教堂其實非常的漂亮 非常有名的是他的圓頂 他那個圓頂雖然不是很大 但蓋得非常的出色 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朝聖的地方 那這是裡面馬丁的神龕 神龕在主堂的中間 那你可以想像 直接往下到地底下 就是馬丁的墓 墓就在地牢裡 在地穴裡面 那往下一層是墓 往上一層就發展出一個神龕 這神龕就是天與地相接的地方 那任何人來到這個地方 做出祈求 那就會得到這個回應 那這樣的一個模式 我們看到 我在第五點 第六點就提到 有非常多的這樣的聖徒的墓穴 跟他的文化就發展出來 在北非非常有名的 有這個Christina 一位貴族的婦女 後來她把她的財產全部變賣 分給窮人 她自己成為一位修女 後來她成為聖徒 成為北非最有名的一位聖徒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考古學挖出來的 她當時候在阿爾及利亞的地方 當時候從她的墓裡面 發展出這麼大一大片的complex 好像一個園區一樣 剛剛講到有教堂 有修道院 有孤兒院 有社會福利的 這些各式各樣 照顧寡婦的地方等等 這樣的一種文化就發展起來了 另外一個北非有名的聖徒 是Paulineus 到今天還是很多人 節齊到了時候會去那邊參與他的節齊 另外一位是Saint Felix 那這樣的一種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它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那個底下是墓穴 上面是祭壇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是後來基督教的大主教教堂 裡面慢慢發展出來的 最早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 像右邊這樣的一個殉道者的墓而已 不久慢慢的就發展出有祭壇 那這個祭壇也有一個聖經的根據 在啟示錄第六章第九節 我在這個講義的第六點有提到 那裡提到說那些為異而死的人的靈魂 是在祭壇的底下 那他們根據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些主教作堂就發展出這樣的一種文化 那這個祭壇越發展越有一種神秘感 建成一個這樣的四角形的塔 那裡面有祭壇 有時候會把那個用布把它圍起來 那只有特別節齊的時候才拉開來 讓人能夠去那邊祷告祈求這樣子 那其實在東方教會 我們看到東方教會的祭壇 通常他們用的是比較簡單的 像這樣子的比較簡單的祭壇 沒有像西方的這些大教會 後來發展成為一種主教作堂的形式 聖徒為主的形式 那這個也有像這樣子的西方的這種祭壇的模式 它中間又用一個屏障 把那個祭壇跟會眾區隔開來 慢慢慢慢的這樣的一種的儀式 讓它有一種神秘化的傾向 那除了主教作堂還有 我們之前有提到的遺物的崇拜 這個之前我們有稍微看過 遺古 那這些都變成是 你可以向祂祈求的一個媒介 它可以讓 意思是說你在這些遺物的面前 也可以想像這是一個天與地相接的一個地方 那我在第二頁最下面有提到這本書 這本書是一個滿有趣的 我們在參考書面也有列這本書 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說 這Ken Follett 是英國現在最有名的小說家之一 當然它的小說都是歷史小說 半歷史半創作的小說 那它這一套 這本大本的書 上帝之著 得了很多的獎 而且可以說是當代最暢銷的一本書 那台灣把它翻成兩本 翻譯成兩本 那這本書其實很有意思是 它把那個中世紀的信徒的生活跟心理狀態描寫 那主角好幾代 其中一代就是石匠 他是一個石匠 Mason 那這個石匠到後來慢慢的變成 位置越來越高成為師父 那成為師父以後 他一生最大的夢想 就是能夠建一個最高的塔樓的教堂 他認為這樣就是榮耀上帝 那後來他成功了 其實是因為他找到一個聖徒的遺物 借著那個遺物讓更多人願意奉獻 然後他就有那個資金 能夠來建構一個最大的教堂 那這本書其實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 聖徒傳統發展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他用一個非常好看的小說的方式表現出來 好 那我們把這個遺物跟聖徒崇拜 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在我第三頁的這個上面 我有提到David Hume 那當代最有名的應該說近代 蘇格蘭有名的哲學家舒姆 他是一個被稱為懷疑哲學之父 那當然他其實是一個 他自己本身是蘇格蘭 蘇格蘭這個改革中的一個背景的 但是他後來對宗教有提出非常多的一種的檢驗 他就提出這個概念 他說宗教通常到一個地步都會通俗化 或繁俗化 那這也是現代學術界常常說 宗教會變成兩層式的宗教 那第一層就是上層 上層就是比較有知識的精英或知識分子 他們會想要了解宗教的意義是什麼 宗教的故事神學歷史是什麼 但是在一般的大眾 特別是過去比較教育還沒有那麼普及的時代 一般的信眾 則就停留在一種通俗化信仰的形態裡面 那如果根據這個概念來看的時候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種聖徒的傳統 事實上可能是比較接近 這種下面這一層的大眾化的模式 所以有那種需求 然後也有供應者 這樣就發展出一套 影響非常長久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聖徒傳統 影響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的發展 一直到宗教改革 才對這個傳統提出非常強烈的一種的批判 強烈的批判 好 那我們今天剩下的講義 最後面一個部分我要簡單帶過 就是在我們如果先跳到第三頁最下面 我剛剛第三大段有稍微點到了 就是史塔克提到這個 遜到到底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 這個你們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到了禁律主義的部分 就是其實這整個 整個這樣的一種毀罪的文化 剛好當時結合了柏拉圖主義 思想所影響下的 對肉體 對慾望的一種的貶義 那我們看到大概 我這邊也是借用Peter Brown寫的另外一本書 身體跟社會這本書 身體跟社會這本書其實他在談的就是 身體跟社會就是一種最好的類比 當我們看清肉體 注重心靈的時候 你的這種身體的概念 影響到社會裡面就會發展出一種 一種境遇的文化 看清肉體的感官的生活 注重一種心靈的生活 那在基督教的傳統裡面 這樣的一種身體的文化就發展出來了 那基本上我們翻到第四頁 它變成一種對性的壓抑的文化 那當時候慢慢慢慢的 和這些不同地區的神學家的思想 就慢慢的集中集中集中 大家慢慢發展出 共同的一種境遇主義的概念 那這種境遇主義的概念最高峰 是在埃及的亞歷山大的學派 當時有一位大師厄利根 他自己本身是境遇主義者 他就提出癇結是最高的 他主張人的身體 確實可以成為上帝的墊 意思是說人可以操練身體 到一種不要有慾望 靜置慾望的地步這樣子 那這樣的一種文化呢 很快的就在整個東方開始 然後慢慢轉移到西方 就發展出一種境遇 然後修道的文化 修道主義是這樣的一種方式 那你也可以說修道主義 其實也是一種想要模仿 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些聖徒的文化的一種做法 好幾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